大家好 我是Rock 相信你们也看出来了 今天这帮人不只是来聊人设的 也是来崩人设的 这一个个的 又是跳舞 又是撕衣服 脸啊 算了 还是说我自己 我并不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真的不是健身教练 你知道吗 我只是跟我的朋友合伙开了个健身房 我不当教练 你知道吗 你们都见过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是那种很有活力的人 走路胳膊都是架起来 你就感觉 他的胳膊和身体之间夹了一个隐形的翅膀 我不是 我其实是个能量很低的人 你知道吗 为了这场演出 我得在家歇一天 而且每天基本上我中午一起床 就已经有点累了 他说你们见过这样的教练吗 你想想怎么上课 你好 练吗 累了 别练了 没法弄 健身教练其实就是 当初他们给我的一个人设 那现在我做了喜剧之后 练得越来越少了 每次演出 总有人说我 又胖了 脸又大了 我就感觉我的脸是那个 刚经历着大爆炸之后的宇宙 在无限的扩张 总有一天会碰到其他的脸 而这脸最怕缺水 缺了水这脸还能要吗 缺了水 你这脸就像在台上跳完舞 撕完衣服一样 你这脸还能要吗 请这边 请这边 我听到这句评价之后 我就知道是贴的形容我 你这碰到其他的脸 得多尴尬 幸亏有阴术 透明脂酸小白瓶 滴滴超朴术 有了阴术小白瓶 不怕碰到任何脸 你知道其实 其实我一直也希望自己 可以多去健身 是吧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但我的经验就是 如果我做了几天 更好的自己 我就得做几天 更差的自己 知道吗 我得缓一缓 更好的自己 太累了 经常就是 如果我规律地运动 一个星期 我就得疯狂地 放纵一个周末 我都等不到周六 周五晚上开始 胡吃海喝 剩下两天就是宿醉 躺在家里 只能干两件事 知道吗 就是身影和翻身 哎呦 哎呦 你废了 你不想见任何人 不想出门 有时候快递回来 对吧 你就假装不在家 他会给你打电话 你好快递 哎呦 啊 不好意思 我不在家 您放门口吧 我都听见 你在里边说话了 更好的自己 太难了 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看看庞博 堂堂托口秀大王 这不也两期落选 对不对 你看这一期 为了上一下 啊 啊 吓不吓人 啊 我都惊了 真的说一说庞博 我对庞博的感情一直很复杂 知道吗 真的 从第一季脱口秀大会 他成为大王之后 我就看他很不爽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那个大王 应该是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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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这个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 喜剧 喜剧真的变了 你变了吗 重新定义脱口秀的一篇 对 我说出来了 哈哈哈哈 今天 我就要给你们展示一点 人性的阴暗面 做一个更差的自己 我知道已经没人记得 第一季脱口秀大会了 对吧 前半程的时候就 根本没有磅磅这个人 后半程突然上了两三期 就大王了 哈哈哈哈 你说我在前面 苦哈哈的腿都断了 哈哈哈哈 有人记得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有时候 真的有点恨磅磅 你知道吗 就他 太优秀了 你明白吗 就优秀到不真实 就无论什么时候 这人总是一副 充满正能量 积极乐观的样子 然后 就像一个 装了涌动机的健身教练 你知道吗 半夜去敲你的门 你好练吗 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最怕碰到的就是这种人 他吗 就他 哪儿哪儿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 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垃圾 就优秀的令人发指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不说 就要跑去完成别人的工作 还建客户 用它建客户吗 真的用 每一次 每一次 当你用到一点难题的时候 知道吗 一瞅莫展 愁眉苦脸的时候 它就会满面冲锋的出现 咧着一张笑脸 露着一口白牙 我来了 朋友们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一下 然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我用你解决吗 有时候我真的想把他那口牙一个一个敲一下脸上来 直到前两天 他落选了 这笑容是真的 第二天我们俩在一起公司讨论下一期的稿子 然后他突然开始跟我抱怨 他开始说 他对这个节目组选拔标准的不理解 他的不满 他的愤怒 他的各种负能量 你知道 我当时听那些话 我的感觉是 哇 这么久了 你现在终于知道我的感受了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朋友 接着 他又开始说他的焦虑 你知道吗 他作为大王的压力 他甚至 担心自己以后还能不能说脱后修 你知道在那一刻 我发现他不那么乐观了 那一刻我发现 他原来和我一样 也有一个更差的自己 那一刻甚至他的大白牙都没有那么刺眼 你知道吗 那一天 庞博在我眼里的人设崩塌了 但也是那一天 他开始在我眼里变得更加真实 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这个人 谢谢大家 我十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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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